好主播各位觀眾藍白河的話題 隨著總統大選越來越近開始升溫 國慶日的晚間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兩人都相繼來出席同場活動 是北北基教育團體的感恩餐會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藍白兩黨的總統參選人 是一前一後到場 國民黨的人致辭完離開了現場 民眾黨柯文哲的人馬才陸續出現 在台上致辭 因此藍白雙方的總統參選人 並沒有碰頭 以上現場最近消息 再把時間清頭交往房內